你看过巨型蝉橱吗? 这只体型直逼餐盘的海蝉橱 躲藏在澳洲一处民宅的弹簧床底下 3月8日周一下午 Claudie Row在位于维基尼亚小镇家中的花园 找到这只危险的蝉橱 Raw告诉澳洲报社《北领地新闻》 这是他见过最大只的蝉橱 Raw表示先前正值雨季 所以院子里的泳池装满了水 成了蝉池繁殖的温床 在心爱的博美犬遭蝉橱舔一口就身亡之后 它和伴侣对蝉橱更是警戒防备 此外许多狗狗会把蝉橱当作玩偶 而且四足多半不知道蝉橱有多危险 这一家人还养了一只马尔祭司 并让它待在室内 以免再次发生汗事 据国家地理杂志报道 澳洲政府将海蝉橱归类为其中一种有害的动物 这些蝉橱源自于美国南方、中美洲和热带南美洲 这么大只的海蝉橱以毒液闻名 只要接触到其身体就会影响心脏功能 虽然说海蝉橱的毒液不至于让人致命 不过仍有少数人类务实 海蝉橱和其产下的软后死亡的案例 蛤?小丑跑到日本搞政治了吗? 日本有名候选人 为了在千业线知识选举中获得公众的支持 竟穿上红色西装 扮成电影中的反派人物小丑 毕业于京都大学 现年40岁的何何悠悠是名企业家 同时身兼知识型YouTuber 也曾当过喜剧演员 记者会时何何悠悠宣布 她将代表政党参选 让千业线成为梦想和魔幻之地 据Sora News24报导 何何悠悠制定了一项计划 要来老乱竞争对手 品种振兴 品种振兴先前曾是保护国民 防止NHK伤害党的议员 目前则是国民主权党的主席 其最有名的事迹 就是奉劝国民不要戴口罩 还夸口宣称 新冠病毒只是一般感冒 甚至说接种疫苗非常危险 据Unilad 报道 竞选活动中何何悠悠表示 她希望能够在千业线 建造一座东京铁塔 还要将成田国际机场 改名为迪士尼天空 要用电影《滴雪奇缘》的主题 Let it go 当作该线的主题曲 同时还新创了名词 心之碎片 用以取代骂人热色 甚至无厘头的说 要把木章车站 改名为木章展览馆 不在此地站 此外何何悠悠也发布了一部MV 画面中可以看见 她在东京街头 竞歌热舞翻唱歌曲和民谣 虽然说她的外形看起来很狂放 不过还是有认真严肃的一面 她曾就竞争对手 对于新冠病毒的论述做回应 她表示 戴口罩除了可以免于感染新冠病毒 还能预防其他季节性疾病 演说中她也提到说 感冒会非常不舒服 对于自己古怪的外形 何何悠悠表示 小丑是匹黑马 她希望能够用此形象 得到普罗大众的支持 英国不少民众表示 看见了一艘船只在海上漂浮 怎么可能呢 近日在英国各地 都有民众看见这一幕不寻常的现象 分别在康瓦尔郡 德文郡 以及亚伯丁郡 不过又到了最麻烦的时刻 因为版权问题 我们不能播放漂浮船的原始照片 最后一次看见这一艘漂浮船 是在3月6号在康瓦尔郡法尔茅斯散步的 David Morris 不过事实上这位英国人兄看见的船只 并不知真的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在那边漂浮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 是因为一种光学错觉 叫做海事蜃楼 根据卫报的报道 这种光学错觉在北极很常见 不过当大气条件符合时 也会出现在冬季的英国 这种错觉是因为气象现象逆温所造成的 通常气温会随着海拔升高而下降 因此山顶通常比山脚更冷 不过出现逆温现象时 冷空气带的上方会有热空气 BBC气象专家David Brink表示 由于冷空气比暖空气密度高 因此会将光线折射到站在地面 或是岸边人的眼睛 改变了远处物体看起来的样貌 这次漂浮船的状况 就是海上的冷空气在热空气之下 船的光线在穿过的较冷的空气时 会向下折射 这样使得船只看起来比实际的位置还要高 使得沿岸地区的人们看来 好像船只是高于海平面的 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作者的Tim Moulton表示 这种奇怪的现象 可能可以厘清一些关于铁达尼号的谜团 由于类似的海市蜃楼现象 铁达尼号的船员可能没有看到 使得船只沉船的30公尺高冰山 Moulton向太阳报解释 铁达尼号沉默在北大西洋 拉布拉多洋流的冰冻水域中 周围环绕着数十座大冰山 但是在冰山顶部上方 暖空气将冷空气困在冰山下方 形成了一道薄雾 阻挡住人们的视线 这造成冰山被白雾遮盖隐藏住 出现了海市蜃楼的现象 就像铁达尼号船员所说的 在事故当天晚上 于他们面前形成了奇怪的白雾 冰山突然出现在黑暗的大气层后面 俄罗斯的一只海豹宝宝 因为海滩上的人群拥挤 使它压力过大而死亡 根据环境保护组织Seal Rehab表示 海豹宝宝是在3月7号被发现的 由于暴风雨袭击俄罗斯哈桑区的 扎鲁比诺市 这一只海豹宝宝被迫搁浅在沙滩上 海豹妈妈离开水中呼唤它 但宝宝还是留在沙滩上 看到有一只可爱的海豹宝宝出现在沙滩上 人们很快地就聚集到了它的附近 有些人只是想要拍海豹的照片 不过有很多人是为了要帮忙 大家对海豹宝宝又摸又抱 甚至慢慢地把它拖回海中 就在同时 海豹妈妈一直在一段距离以外查看宝宝 待了好几个小时 要等待适当的时机靠近宝宝 Seal Rehab的人员后来终于抵达现场 照顾宝宝让它远离人群 该组织表示 海豹妈妈在没有闻到人类的味道后 去了沙滩两次要靠近宝宝 不过在闻过宝宝以后 妈妈回到了海里 把宝宝留在沙滩上 因为和人类接触产生压力 海豹宝宝被送往动物康复中心 检查后兽医发现宝宝是母的 将它命名为Nelly 医生和照顾动物的志工给予细心照料 希望它能够康复回到海中 不幸的是 因为和太多人类接触压力过大 Nelly没能活下来 再当晚死亡 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 一位发言人表示 Nelly是因为压力造成心理影响而死亡 她表示海豹宝宝非常胆小 压力荷尔蒙 线上肾素 汗皮之唇会使它们丧命 Seal Rehab也在脸书账号上写道 我们决定po出这部影片 影片会提到 遇到海豹时不能做哪一些事情 有部分科学家提议 人类应该把地球上 670万物种的金子及软子样本 作为现代全球保险送到建造在月球上的基因库中 科学家们构想的月球基因库 当然也能够保存种子及包子样本 目前设想建造在月球地表下中空 且已经冷却的熔岩洞中 基因样本将在低温下冷藏保存 而设施的电力会用来自于月球表面的太阳能板 这么一来 当地球发生气候变迁 超级火山或是行星撞击等全球性的灾难时 仍可以保留地球上的物种多样性 毕竟当大灾难来袭时 会有破坏地球上现有基因库的风险 这项在月球上创造种子库的新研究 是由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机械工程师 Jekon Tanga领导 根据他的初步计算 在670万个物种中 若每一种取50个样本 并运送到月球做保存 将会需要用到250枚火箭 科学家们从90年代发现 月球有一条长得很像彗星的尾巴 但是现在他们终于发现这条尾巴的来源 以及为什么有时候会比较明亮 根据美国波士顿大学物理学家 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期刊的研究指出 尾巴是由数百万个钠原子所组成 由于月球缺乏大气层的保护 经常受到陨石的轰炸 但是大部分这些陨石都没有比一粒尘埃大 当陨石撞击到月球表面时 那原子被炸入到轨道上 来自太阳的光子与这些原子相撞 并将这些原子推离太阳 月球尾巴从太阳流走 这代表着地球周期性会穿越月球尾巴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地球的引力会将尾巴集中成一道 包住地球的光束 再从地球后面射出 研究人员发现 月球尾巴遇到零星的流星雨时 会变得更明亮 虽然频繁的流星雨会让月球尾巴变亮 但是不如零星的流星雨 会带来的效果